这盘棋讲解是火烧乌潮2024年的骑射约战 这是第一局 余悠华对断是加拿大天团 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棋是当头炮 对方跳马 红方跳马之后 黑方出局 本局只用了20回合 去将对方斩于马下 余悠华神勇 这里余华是师太英手 他可以挺七边可以挺三边 他不挺 就看对方怎么走 黑方这个局面下有两种选择 稳健一点 足三金 那么凶一点就足三金 这个棋的目的就是加拿大进炮宝 拘锁住 红方单停马正行尴尬 而红方则是先平炮 这儿你锁 他就出局可以过河 黑方就可以出局再应对 这路棋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激烈 所以黑方到这儿 他没有选择破八金四 这里除了破八金四之外 另外又破二金四 但是红方有锯二金四手段 所以黑方就想求稳 走了一个破二金二 这是这个局面下的第三种选择 他的主要目的是上马打锯 这儿一旦锯被打进去 红方就失先了 所以红方必须得压过去 黑方这里面临吃马 他就跳起来 将来是富有一个禁足采取的反击手段 红方掌据就是想引对方过来 黑方正常飞向也可以 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复杂的变化 本局黑方简明去冲 意思是采取抢先手 红方就吃 常规招法就采掉 那么吃完之后 踩你个炮 这个棋就是黑方烧亏一些 但是可以讲话局势 实际上的话 对方用足去吃兵 这招棋 红方一吃 这边要得子 黑方的思路是 弃个足打鞠 然后呢追回狮子 那红方就追杀他 这边又吃着马了 黑方在这他飞着个象抓狙 总算是可以把这个子吃回了 但是红方这个棋啊 又平均把这方炮给牵住了 黑方你不吃也说不过去 到这的话 这个子被牵住呀 马又上不去 他决定呀就吃 但是红方没有去打他的足 而是呢转身把马给打了 这个棋的话 那黑方啊 确实是不太好下 他临场就打掉了 到这以后 正常骑士吃个鞠啊 应该来说优势三大 红方是打了这么一僵 然后这时候呢 人家补士 那这边吃鞠的话 担心这边啊 将军抽鞠 其实也可以垫鞠 问题倒不大 那么红方这个棋啊 他放着鞠不吃 吃了个炮 意思很明显啊 准备杀对方 这个棋走得很凶啊 黑方到这正常 应该是躲一躲 他打这一僵 那就不合适 现在不敢对局啊 担心这边杀棋 你一吃他一吃 你出来的话 拍一僵之后 有一个初老帅啊 铁门栓 所以他只能啊 忍让 寄希望于下一步棋 进去吃炮 炮一走 双局一线就杀棋了 但是呢 红方这个棋啊 他随时可以退回 把对方炮赶走 这个棋也是红方占优 这儿他并没有去吃这个炮 而是直接到底线啊 吃鞠 这个棋凶狠 就你不能吃我 否则点杀 那下部你不吃 他要杀你一样 继续观察铁门栓啊 那黑方就想 我现在把你炮赶走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围啊 现在虽然红方多子 但是黑方 去炮足 还想浑水摸鱼走一走 此时的话 红方啊选择招法是吃 黑方他就吃 接下来红方是G8平6 给了他一枪 那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也就进去了 没办法 只有紧啊 知识僵死了 那现在还不能出 对方吃着炮呢 所以他先看住 下一步再出 面对这个初摔的棋 黑方怎么抵挡呢 来不及啊 你想退回都跟不上啊 他这踩你不说 就是不踩你 你现在就退回 没办法呀 人家一不就点死 所以在这儿 一看成绝啥了 那么这个加拿大天堂呀 也就已经输了 那这盘棋应该说草率了啊 中了套路了 本局的话 又一花获胜 看下一盘棋 这盘棋应该说草率了